这个时候TED呢 也提出一个方法 叫做去建立一个 这个Apache社区的驻手机器人 那么专门用来负责去整合 这些不同的渠道 在不同的渠道之间进行里面的翻译 所以在那次会议之后呢 我们大家把这个会议的讨论结果 进行邮件沟通之后 Craig在我们的Apache的Wiki里面 各位Apache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 OSS chat 通往Apache位的一道红桥 我是李卓环 是腾讯的TVP of chatbot 也是我们OSS chat和WeChat项目的creator 那么我在过去一直以来呢 都是非常关注开源社区的发展和技术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技术和代码的爱好者 那么在早在1998年的时候呢 我刚刚在入学清华之后 就有参与在当时我们创立的一个开放开源社区 阿卡信息技术协会 那么致力于推广Gnu Linux的开源文化与技术 那么在16年呢 我还自己有发布我自己做的conversational SDK WeChat 在GitHub上面开源之后呢 现在也达到了近万的star数 那么在工作的时间啊 我是一个做早期天使投资的投资人 我关注的方向呢 是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 所以大家如果有合适的朋友呢 也可以和我多交流 我平时都在北京清华五道口附近 那么大家都是阿帕奇社区里面的开发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阿帕奇社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阿帕奇位里面强调的 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在list里面 那么它就没有发生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沟通和交流在开源社区里面 都应该本着一个开放 透明可查的这样一种思路呢 让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沉淀下 在去年的2019年11月份 10月7号的时候 有幸呢 我们在腾讯云 抬口的开发者大会上 我和开源社的理事长 约到了这个阿帕奇基金会的主席 Craig 并且呢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就是 在讨论如何把 The Apache位 在中国的Apaq项目里面 更好的推动下去 并且解决一些现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还请到了腾讯开源联盟主席 所以我们当时还请到了腾讯开源联盟主席 和我们WeChat的联合创始人 李嘉瑞 那么在这次的交流中呢 我们就主要讨论了一些 在中国 这个落实阿帕奇位的这个list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阿帕奇强调邮件列表的时候呢 其实是阿帕奇刚刚成立的90年代 20多年前 那时至今年呢 各种新的东西层出不穷 在国外 邮件列表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基础通信工具 但是在中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越来越多的沟通呢 都已经从邮件转移到了微信上 比如说在微信群里 那么这样就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Craig呢 他就特别明确的指出 阿帕奇 它是所有的开源项目的沟通 要基于一个可搜索的 这个在网上直接可查的 这样一个英文语言的存档上面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就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所有的讨论和决策 没有在这个邮件列表里面去存档 那么就不会被正式的承认 其实也意味着说 其实为什么不被承认 因为如果你以后查不到 大家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或者没有办法去这个查找过去的共识 微信是很难做到这样一点的 因为微信群的消息 大量的这个被我们讨论过之后就消失了 我们很难查到 更不用说在开放的网页上面去查找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我们中国项目的沟通里面 我们大家经常会使用中文的语言来沟通 那么在我们这个 当我们都是在国内中国人沟通的时候呢 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吸引到国际的开发者来 参与我们的项目 或者是如果是阿帕奇基金会的 这个管理人员希望了解我们项目当前的各项进展的时候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语言的鸿沟 导致我们的沟通十分的不畅 所以说微信呢 它是没有满足我们阿帕奇位的这样基本的条件的 所以Craig在我们那次的沟通交流会上呢 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在中国的 就是在阿帕奇社区里面的这个中文项目里面 大家呢经常会对我们的这个 只使用微信来进行沟通啊 而没有在邮件列表里面进行存档呢 就觉得非常不方便 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 那就成为了一个 无论是对我们新加入阿帕奇基金会的新项目 还是甚至是说在阿帕奇里面 很有很资深的这样的开发者 都希望能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两点 第一点呢 是微信上的讨论内容 无法在邮件列表中存档啊 也没有办法通过游纽地址进行访问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中文啊 中文直接发出去呢 别人读起来是很困难 因为他们需要手工再去做自动翻译啊 带来了一些不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Tid呢 也提出一个方法啊 叫做去建立一个这个阿帕奇社区的 助手机器人 那么专门用来负责去整合这些不同的渠道啊 在不同的渠道之间进行里面的翻译 所以在那次会议之后呢 我们大家把这个会议的讨论结果进行邮件沟通之后 Craig在我们的阿帕奇的Wiki里面 建立了一个新的incubator的这样一个proposal proposal里面呢 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去把不同的渠道之间的消息进行桥接 在桥接的时候呢 不但进行消息的流转这种拷贝副本的这种传递 而且在传递的过程中还可以把不同的语言进行翻译 通过这样一个服务呢 希望可以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阿帕奇社区里面啊 比如说中文社区里面我们大家只在微信上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呢 把微信的这个消息和GitHub比如说打通 或者是我们在打通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的中文英文的翻译也可以在系统里面做自动的进行处理 所以经过了我们的会议和讨论啊 以及建立了我们阿帕奇Incubator的这个proposal之后呢 OSS chat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OSS chat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诞生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那么OSS chat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自动化的服务 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阿帕奇的社区来和更多的 我们沟通的渠道来进行自动化的同步 进而促进我们社区里面的活跃度和我们的这个消息的 这个让我们的消息能够流转的更好 比如说可查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之下呢 我们希望通过OSS chat建立了这样三项沟通和翻译的桥梁 让阿帕奇的文化技术和协作流程能够更快更容易的被一些新的社区所接受 而避免早期的一些可可办办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通过这样的自动化机制呢 也可以让开发者能够更加敏捷的分享和沟通 开源项目的开发信息 以及说对于社区开放资料的存档和二次归纳处理 这样都这是我们认为大家认为都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广传播 我们的阿帕奇的整个社区文化技术和协作 那这样的一个OSS chat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呢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让用户在GitHub上面发布issue或者评论issue的时候呢 在对应的微信群里面收到消息 这样也是比较可配置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让群主来引导我们的开发者 把重要的信息在GitHub的issue里面进行恢复讨论 而群里面呢只保存保持一些闲聊的内容和一些不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未来的进阶版里面 我们还有规划 我们希望把发布的中文issue自动翻译成英文 这样就是一个我们的进阶版 那么经过了这样的这个规划之后呢 我们也非常荣幸的作为OSS chat这样一个希望帮助Apaq社区的项目 我们也得到了来自Apaq社区的mentors的这个导师支持 那么首先呢 我们现在的Apaq的chairman Craig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mentor 那么同时呢 还有我们开源社的理事长Ted Liu 还有我们原来腾讯开源的主席朱俊平 还有我们非常资深的 一直在Apaq基金会非常活跃的江宁 都成为了我们OSS chat项目的mentor 那么在开发者里面呢 我们的committer里面除了我以外 还有我们的WeChat社区的联合创始人李嘉瑞 以及我们开源社现在的主席庄表伟 表伟也是非常喜欢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好朋友 那么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一个OSS chat的项目 在我们的OSS chat项目启动之后呢 第一时间我们就定向邀请了对本项目感兴趣的参与试点的这个pilot的这个项目 还有一些直接的贡献的同学 大家一起携手呢 就准备开始解决我们共同在ASF社区里面的这个微信群和Github 中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邮件列表同步和翻译 那么就开始了建立这个我们OSS chat的开源社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踏上了这个开源之路啊 开始建立我们的这个OSS chat的服务 嗯 那么呃 接下来呢 我会请出来我们阿帕奇呃 在我们阿帕奇incubator里面的三个项目 呃 他们三个呢 都是在使用我们OSS chat的服务 并且呃 这个在使用过程中解决的社区很大问题 得到了一些收获 所以呃 我们接下来请他们来讲一下 对OSS chat的一些感受 那么主要呢 呃 会有这样三个大概的内容啊 就是 第一个其实就会讲一讲这个OSS chat的使用场景 第二个呢 会说一下解决了我们自己项目中遇到的什么问题 最后呢 也会提一下 在这个不同的项目社区里面啊 大家觉得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用户案例 是这个阿帕奇的这个Dolphin Scheduler 那么呃 Dolphin Scheduler呢 是一个分布式的这个大数据调度系统啊 这也是在我们阿帕奇的incubator里面的一个非常棒的项目 那么他们是怎么来使用OSS chat的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呃 请我们的这个戴力东呃 一关大数据平台总监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Dolphin Scheduler的这个PPMC啊 由他呢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在Dolphin Scheduler里面 他们是怎么使用和看待啊 我们的游户是chatted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阿帕奇Dolphin Scheduler社区的戴力东 呃 目前是Dolphin Scheduler社区的PPMC和Committer Dolphin Scheduler是19年3月份啊 对外进行开源 8月份正式进入了阿帕奇复发器 已经累计有400多家公司在生产上使用 Dolphin Scheduler 呃 它是致力于解决数据处理过程中这个复杂的一个啊 前后依赖关系 能够直观的看到任务的运行状态 我们社区目前的大部分用户是在微信群里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有10个啊 10个这样的微信群啊 也能看到我们的啊 贡献者分布 那我们在沟通协作中存在的问题啊 主要有三个 第一点其实是啊 我们日常日常用邮件的交互啊 大部分是这个还是不太符合中国用户习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英语底子还是很薄弱的 大部分用户啊 我们就不花一年了 还有些不少用户用的是中文啊 回答的是啊 不论是发易修还是回答问题都用的是中文啊 第三个问题就是没有及时的同步 易修和PR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了OSS欠的呢啊 刚才提到了我们用的是微信群 早期可能用的还是钉钉群啊 啊这个是啊创建的衣袖和PR的是不会及时通知的 这个是邮件是不会通知的 那么OSS欠的可以及时通知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review啊 很有很多小伙伴是啊 现在就啊 依赖OSS欠的这个通知 然后就可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代码的查看啊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OSS欠的可以进行一个场景化的交流 可以提高这个开发的这个效率 大家可以从右边的这个上面这个图片中可以看到 我们以前是怎么交互 以前就是啊有开发者把这个URL给贴进来 然后告诉啊 然后问一下大家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啊我们需要点开 然后再去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那使用OSS欠的就不一样 OSS欠的它其实的内容比较丰富啊 你Title已经内容显示的比较多 那大家直接可以啊 用微信那个引用的功能 直接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讨论啊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啊 第四点就是早期建那个群需要凑合啊 啊比如说我们有10个群 那微信群有500人在的这个这样一个限制啊 那么我们需要建很多这样的群 那早期的群他可能就慢慢的没那么活跃了 那我们需要把这些issue和pr 及时的给大家进行同步一下 啊告知大家我们不是一个沉默项目 我们还是非常活跃的 每天用大量的衣袖和pr在进行更新 啊第五个点其实就是啊 slack大家知道slack在国外是很受开发者欢迎的 那在国内呢啊 由于微信生态这个是相对的封闭性啊 我们无法是啊我们无法是啊用一些直观的工具可以做到 衣袖和pr的这个及时的同步 那么OSS chat其实充当了这么一个工具 他做的啊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就可以及时的把啊消息啊pr都能进行 那个slack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觉得国内这块用OSS chat是非常棒的啊 啊os chat加即时聊天是邮件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我推荐大家使用os chat 好那么呃感谢立东的精彩的分享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案例 我们的Apache Doris 那么Apache Doris呢是原来百度的Palo 也是一款基于大规模并行技术处理的分布式数据库啊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项目 嗯那么他们在使用OSS chat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心得 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啊 我们的陈明宇啊百度的资深研发工程师 也是Apache Doris从最早进入Apache复化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者 嗯那么请他来介绍一下Apache的Doris和OSS chat的结合 词 communicate cuid 请机能杀 säga ó行 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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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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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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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